这个学校怎么样 那个专业好不好就业啊 选这个城市行不行 我到那先旅游 然后再转学习 再转工作行不行 最近被问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过加拿大学习也好 工作也好 甚至将来的拿身份也好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大家没有明白一个逻辑 就是不管你在这边是学习工作就业 还是将来的这个拿身份 它都是有一个叫 捡不乱理还乱的一个关系在加拿大 那今天就给大家到底分享一下 你到底应该怎么选 你应该考虑怎么样 是一步到位 还是应该分布实施 其实问这些问题的本身底层的逻辑 大家要搞明白 你问这些问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好多事情我们在咨询的过程中 现在提倡一个阶段就反着来 我们先看到终点 然后再来选择起点或者路径 那比方说我们说学习留学的话 很多人问这个学校专业怎么样 那个专业好不好就业等等等等 那我都会反问 你学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之前讲过 如果你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找好工作 更多的专业知识 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等等 实践知识等等等等 如果学习是为了提高为了就业 那你就要选名校对吧 你就要选好的专业等等 这是必备的 如果说你学习是为了将来拿身份的话 那其实选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或者说怎么样 这都是要冲着拿身份这个方向去的对吧 拿身份需要你什么样的专业 什么样的工作 什么样的经验 你就选什么样的 其实你的选择就明确了 你是围绕将来的这个目标来选 而不是先选这些再来看目标 这样子的 再有一个比方说大家所说的 我能不能入境以后再来这个旅游圈 转学圈转工圈对吧 那相信这一大部分的人的主要的目的 其实也是为了拿身份 那你就要围绕着拿身份来讲 你需要做什么 123456对吧 所以底层的逻辑或者最初最初的问题 要问自己一个为什么 我加拿大这边有的时候是学习工作 拿身份是连在一起的 它是密不可分的 比方说有些项目CEC对吧 要求你有留学经验工作经验 要满足一定的要求 比方说很多的省提名 你要拿这个身份 你要符合工作要求的对吧 你要是这个你的工作title要符合要求 工作经验要符合要求 你所定的工资的中位数要符合要求 等等一系列 那再就是说你不管来转学签也好 转工签也好 那就是学工移民这一系列 之后你都是要满足这个要求的 所以在回答你选什么专业 或者是这个好不好就业之类的 你一定要返回来问自己是目的是什么 搞清楚了目的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你目标清楚了 那回来选择起点或者路径就方便了 再举一个例子 这其实就是像我们之前一直所说的 去导航 是用多现金的科技 用什么样的仪器 用什么样的工具 对吧以前的地图也好 现在的这个互联网也好 手机也好等等 其他的导航也好 你首先做的第一步是要输入目的地 对吧 你输入了目的地 然后他才出来给你选择 比方说你选择道路一 选择高速低速 选择这个其他的对吧 等等等等 选择穿越哪个城市 哪个路径快慢等等 这样才是你有选择的过程 那其实这个我想这个例子非常生动 在我们是学习选专业还是工作是一样的 你要看清楚你未来的方向和你的终点在哪 然后你再来选择路径 再来选择从哪出发 选择性有的时候呢 有的人可以呢一步到位 比方说他学习的这个学科呢 刚好是赶上潮流的 刚好是每个省都需求的紧缺职位 刚好他有好就业 刚好他有很好的这个项目 给他做这个拿身份 所以这是可以一步到位的理想的状态 但是但是我们说到了 但是很多时候甚至达到了80%到90% 它是不符合这样的一个路径 那你就要分断的去实施我们所说的 那你就要明确我这一段需要做什么 我这一段需要做什么 我这一段需要做什么 然后几段加起来实现你最后的这个目标 或者到达最终的目的地 比方说最近出现的意义 还是对留学生 或者是说从成本各个方面来讲 都是比较好的项目 但是呢他分比较高 有的人就是不满足 那你就需要获得一些东西来加分 对吧 那你就要去想办法找到这些加分的项 比方说一些省提名 他将来他要抽取的 可能就是跟实际职位有关系 那你要怎么办 那你不能是说看了别人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你一定要是冷静的分析 先针对个体来分析 你的需求是什么 你的目的地是哪里 然后再返回来去选择 这样其实也能够分段实现 到底你是可以一步到位 还是需要分布实现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说说你的看法和想法 也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这里主要分享以关加拿大留学求职工作创业的干货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